位在大陆甘肃境内的天顶高速公路 贯穿了甘肃全省的交通 也是东西部联络的重要干道 问题是今年5月全线刚刚正式通车 但是才过短短的80天 造价将近400亿台币的高速公路 竟然严重破损 现在还得全面大修 成了名副其实的豆腐炸工程 汽车路过都得提高警觉 因为路面上全都是比晚工还大的危险坑洞 很难相信这应该是品质标准最严的高速公路 它的平方有多大啊这一片 还不够大啊 这几十八十个平方 七八四个平方 裂缝声不见底 连工程人员都称谋结舌 这是贯穿大陆甘肃交通动脉 天定高速公路 今年5月才刚完成全线通车 80天过去 却换成一张满目创意的面貌 我现在是在天定高速通安异段的 一个大桥的下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由于这个雨水的冲刷呢 这个大桥的这个地基呢 已经发生了这个沉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桥的这个桥墩和这个地基呢 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缝隙 这个缝隙里边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洞 但是但是当时是赶不休的时候 赶工期了 所以导致了这个路面 现在沉降得很厉害 天定高速公路变成名副其实的豆腐渣工程 但其实它的造价却相当吓人 全长235公里 造价是惊人的87.5亿人民币 折合台币超过380亿 换算每公里就要1.76亿元 为处于东西中部的重要枢纽 连通西安和兰州两座城市 让原本10小时的车程缩短为6小时 没想到天价打造却换不到好评价 当地官员吞吞吐吐讲不出个道理 不过4年多的工程盖成这副德性 甘肃政府要追究到底 一次进口原材料 花光每年 二次施工单位 施工过程中 木质不远 但豆腐渣工程不是甘肃省的专利 在浙江杭州的前江三桥 通车才8年 却像是碰上浩劫 桥面断裂 钢筋支架裸露 城市的压力非常巨大 特别是大部分都是货车 经过了浙江三桥 造成了浙江三桥的桥面 是大量的破剩 应该带来便利 进步的交通要道 没碰上天灾 却都因为人祸成了潜在危机 如果马虎心态 透空减料的歪风没有改善 在大陆哪天会碰上豆腐渣工程 只能自求多福 TVB的新闻 余先生学府 中文报道